主要是骨盆这个位置 前后旋转 现在我是在中间的位置 前后转开 上升是不动的 拧转 然后摆档 往哪去 往左斜前方去 然后回到旁 这个时候骨盆是左边高右边低 然后转开到后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骨盆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我的右手 我的右手在我的胯这个地方 我的左手在这里 它是右侧是低于左侧的 对不对 然后我要经过 它我经过中间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的骨盆 它要从一高一低回到平行的位置 骨盆从一高一低回到中间位置 就是正的位置 但是转开的情况 是转开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骨盆正的位置 然后再摆到倾斜到右腿 然后右侧前旁后转开 然后经过中间 也就是你在双腿重心的时候 你的骨盆它一定是正的 大家能清楚吗 你在双腿重心的时候 你的骨盆一定是正的 除非说你一条腿 一条腿的重心 不同于另外一条腿 你的骨盆就会是歪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 你的骨盆在双腿重心的时候 它都是正的 那么我们前旁后之后 这里要经过一个双腿重心旋转 你看我这次骨盆转开向后以后 推动重心 要经过一个双腿重心 所以这个时候的骨盆一定是一个什么正常位置 就是平行的位置 再去做摆档倾斜 这是我们的八字块 横移 我要缓一下 我要缓一下我的情绪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你的骨盆已经转开向后了 对不对 保持你的旋前旋后的状态 去移动你的骨盆 往哪移动 往斜前方移动 明白吗 我要怎么去 我要找 我得找一个角度给你们吗 这个是斜前 这个是斜后 我的骨盆线是转开的 所以我的骨盆线跟我手是一个位置 然后我在移动横移的时候 我是要在斜线这个位置去横移 因为我要完成 我 我已经 sorry 因为我要完成我的钱 明白意思吗 所以我是在斜线上面横移 不是回正 因为你的胖已经转开到后了 所以是直接保持你的转开的情况下 去做一个骨盆的横移 不是左右的横移 OK 是转开情况下 转开的情况下的一个横移 OK 大家可能都在认识认真的听讲 所以互动比较少 好的 我下一次我换一个白色的衣服 下一次我换一个白色的衣服 OK 这是我们的八字跨 八字跨 大家能看到吗 八字跨 好 基本步伐 原地换重心 都会用到 对不对 每次的 and 2 Cucolacha and 3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什么 上提 但是这个地方加上了一个斜线 明白意思吗 就不光是提了 它还有一个凝转 OK 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组合方式 就是骨盆上提的情况下 凝转开 这是我们的第二种方式 通常会用到准备的位置 以及移动重心的这个位置 再看一次 位置是什么 骨盆上提 转开 反拧 拧转身体的位置 那么用Cucolacha来说 我们到这个地方 前盘后 转开了 对不对 推动我们的脚下重心 然后你的骨盆 保持上提 转开 转开 这个位置 看到吗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骨盆是一个上提和旋转的情况 然后接下来 干嘛 保持你转开下沉 这个时候 转开的情况下 转开的情况下 把你的右胯沉下去 这个时候左胯是高的 对不对 完成了一个什么 摆档 清楚 转开